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沙一个大楼 电信大楼 好像是着了火了 烧得很猛啊 长沙最高的楼 着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得 得 亲爱的朋友好 我本来想给大家放一个一个妇女啊 一个一个 一个妇女在大街上抗拒做核酸 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随时要崩溃那个样子 给删掉了 不让看了 看不着了 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啊 我们曾去再想办法把这个 把这个视频找到再给大家放一放啊 今天跟大家聊聊呢 是这个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 撒马尔汉 这个 这个跟 普京对 对峙的这个 叫格观对视 他中间摆的这个绿色的东西很像西方文化当中的这个棺材 啊 这个咱们的中国的棺材是方方正正的 其实也不是方方正正 只不过他接近于直角 但是外国人做的棺材呢就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 呃 注意看啊 这个只有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人 是不戴口罩的 关于这个戴口罩的这个这个正式的外交礼仪也是混乱的 呃 习近平在这个 哈萨克斯坦的时候好像一直戴着口罩 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呢 人家别人都不戴 啊 只有他戴 但是这个照片非常怪异 这个照片是跟普京两个人 显然是中俄两国代表团在这儿谈 呃 习近平讲的呢是心虚 习近平不敢对视 普京 普京的那个眼睛死盯着他这样 有人评论说普京巴不得上去扇他两个耳挂子 普京讲的都是干话呀 第一就是我们支持你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之所以紧张就是美国把你们逼到了墙角 这个美国的挑衅 台湾完全是美国挑衅的台湾问题 这个是回应这个栗战书在早俄罗斯的时候说 说这个俄国之所以侵略乌克兰 之所以到乌克兰去采取军事行动 完全是因为北约和美国 把这个东扩 把俄罗斯逼到了墙角 是俄罗斯是派不得已 被迫出兵搞军事行动 这个是回应啊 这个真是扯淡 一点问题解决不了 由于这一次 上海经合会议在这个撒马尔汉 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大城市在这开会啊 大概我看了一下大概有十一二个流氓国家 嗯就是些在中亚这边不安生这些国家 文明比较落后的一些国家 老出事要打仗的一些这个这些国家 由于在这个开会 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连夜啊 就是在星期四还是星期五的深夜啊 开会表就已经通过了啊 这个台湾政策法 台湾政策法呢 一个要给台湾大量的贷款给他钱买我的母亲 这是第一第二 我们带着你到国际上去玩啊 提高你的国际地位啊 包括你们在台湾在美国的这个代表处啊 升级升级啊 就是就是真正的实质性的美国政府 向台独开绿灯 领着台湾走向台独走向国际独立 法力独立独立的这个地位 这是正儿八经的啊 美国政府在积极推动 由于是两党 美国两个党啊 民主党共和党共同推动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就是走个手续走个过场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障碍的啊 那就是就像玩这个啊 习近平一样 你能承受得了吗 你不会扔和和和武器吧 不会往台北扔和武器吧 不会往南韩扔和武器吧 不会往日本扔和武器吧 好咱们这个尺度再大一点啊 就是这个就是遛狗 真的叫遛狗啊 这美国这个对台的这个拿捏 就是遛狗 遛习近平这条手上握有核武器的 这条恶狗啊 战狼恶狗就是战狼啊 这个同样的策略在乌克兰战场 是一模一样的呃 以北约和美国的实力啊 说武装乌克兰 帮助乌克兰突破俄乌边境 打到俄罗斯的这个土地上去 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啊 这个没有什么疑问 但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就是里面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这个是过去历史上战场上 没有碰到的一个新情况 当前的战争设计到流氓大国 掌握有核武器的流氓大国 你跟他打仗的时候 啊 要全方位 包括经济制裁 贸易制裁 文化制裁 啊 这个科技制裁 啊 技术封锁 市场关闭 就是 所有的办法一块用 防止什么呢 防止在战场上 来一个突然式的 那个胜利 就是不能够让 泽连斯基打的普京满地爪牙 不能要那个效果 要慢慢的来 啊 为什么呢 因为普京是个庞然大物 普京是一个流氓 普京是一个不遵守文明规则的一个野蛮人 他刚刚走出冲林啊 在冲林和文明世界的边缘上 可是他手里握有核武器 这个跟习近平的地位是一样的 他手里握有核武器 万一你打的太猛 你把他打疯了 他崩溃了 他按下核按钮怎么办 你承受得了 还是承受不了这个 突然升级到核武器大战的这个 这个局面 你承受不了的话 你得慢慢来 啊 你像你到非洲去旅游 有的时候到非洲大草原去看那个啊 打猎的那个那个 那个 很很刺激啊 但是有一些庞然的大物动物 啪一个熊士过来冲过来了 就算你在吉普车里边 他也能给你吉普车的轮胎给你咬 咬过你信不信 他能够冲破你的玻璃 这个来伤到你 这怎么办呢 这个是啪啪就打枪 打麻醉枪 卡一枪 嗯 你步履蹒跚了吧 再打一枪 你走不动了吧 再打一枪你就窝倒睡着了吧 就这个办法啊 你把普京和习近平想象成 非洲大草原的那个大象啊 那个凶狮啊 啊 那个那个老虎啊 哎他他们来来伤害人类的时候 人类能够一枪给他抱了头吗 你不能一枪给他打死 给他打麻醉枪 卡一枪这卡一枪 哎就这么个玩法 就是这么玩 那这一次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 习近平实际上 呃他的表现有点像什么呢 习近平跟普京的表现是这样的 普京就像一个 一个满汉 一个流氓 已经名誉扫地了 村上所有的人都说普京不是个好人 任何一个有脸面的姑娘 绝对不可能跟普京谈恋爱 可是习近平呢 给大家的一个印象 觉得跟普京在谈恋爱 而且不是一般的谈恋爱 两个人已经上了床了 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啊 横向关系 那这个时候呢 又普京 又需要在这个啊 乌兹别克斯坦这个会议上 向大众表明 习近平是我的人 我已经睡了他了 我这次要带着习近平 我们两个人亲亲我我在公开场合 就表明我们俩就走进宾馆去包房间 要干这个事去啊 就是羡慕你们 让你们产生那个羡慕嫉妒恨的这个效果 结果怎么着呢 结果习近平就不太愿意 习近平说你普京你给我刷个牙去 你看你个衣服脏兮兮的 啊你这个说的话怎么那么难听啊 你连英语都不会说 大家在座都说英语 就你一个人说的吗 这个我们听不懂的 不知道是什么俄罗斯方言 我们听不懂 你这没文化吧 啊就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就是不跟你上床 嗯不跟你发生实质性的关系 但是呢也没说跟你翻脸 咱我还跟你见面啊 你看我们俩还我还跟你 我还跟你 我还跟你坐在坐在对面 我的口罩都不戴 啊我都我就跟你跟你在这 我给你谈啊 咱俩的恋爱关系啊没有终结啊 咱俩还是恋爱关系 但是你要说今天上床不行 哎老娘今天来立假了 大姨妈来了不方便 我反正今天有各种理由 我不能跟你上床 就这么个情况 结果这个这个普京表了态之后呢 很积极啊就盯着习近平的眼睛 你给我表个态表个态 说给全世界人民看一看 就是咱俩还是咱俩还是有有有有正常亲密关系的 我也说给咱们啊这个啊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乡亲们来看一看 习近平这个大财主还是我的后盾呢 这是个大富婆就跟赵阳棒上富可贵一样啊 好歹富可贵啊 给我还账啊 如果我他妈就带了款不还的话 你我有富可贵这个大富婆 他他妈的亿万富婆啊 就这个意思啊 结果呢习近平就跟他说了一张什么呢 说就说哎呀你这个情况呢 我啊我听到了一些说法 有人跟我说了一些你的情况 我呢现在呢我也吃不准 他说的对还是不对 呃我咱俩呢还得咱俩还得再谈一谈 咱俩这个关系是没有断 但是咱俩今天晚上上床是不可能了啊 我已经有其他的安排了 对不起啊 真对不起 另外 哎咱俩都是个大国啊 咱俩在国际上都是他们的头面人物 咱俩都是大国的领袖啊 在这个世界之变啊 在这个国际局势大变啊 在各种变化的情况下 历史之变的这个新情况之下 咱俩今天晚上不能上床 咱俩要发挥高风亮节 咱俩都是大国领袖 咱们要叫引领世界啊 叫咱们要要引领世界啊 这个习近平也够不要脸的 一般来讲啊 且不说中国是不是个大国有没有引领世界的资格 也就是做一个世界发展方向的一个引路人 且不说有没有就算你有 也得谦虚一点吧 你也得搂着点吧 你也得说哎呀我们中国历来是一个后进国家 我们一直向其他国家学习 包括向你们俄罗斯学习啊 包括你最憎恨那个列宁 我们在中国还当他们祖宗拜着呢 你把列宁比作臭狗屎 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就是爱列宁 我们中国人还把列宁写在宪法里边 我对你有意见普京先生 我所以今天不能跟你上床 习近平应该说要是真男儿的话 他把这话说出来 还有斯大林同志 在我们中国是当祖宗拜 毛泽东都管斯大林叫亲爹 我得管斯大林叫亲爷爷 你看看你普京对斯大林 你是个什么态度 我对你有意见 今天也不能跟你上床 如果习近平真是那块料 是那个领袖 是一个有人格的人 有魅力的人 这性格应该 稍微把自己的小性格给露一露 你这个机会你不批评普京 你什么时候批评普京啊 在座的那都是历来受普京欺负的人 对普京有意见的人 多多少少跟普京离心离德的人 你比如像那个头一战 哈萨克斯坦的那个总统 那个老兄也是不给普京面子的 因为为什么呢 普京在乌克兰搞的这一套民族挑拨 鼓励乌克兰的这个边境的这个 说俄语的这个这些地区搞独立 这也是哈萨克斯坦坚决反对的 哈萨克斯坦这个总统虽然说 他这个位阶比较低 国土比较小 但是他也是敢当着普京的命 说出来了 说你这个普京你们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搞的这个 这种办法到此为止啊 我们我们哈萨克斯坦 跟你俄罗斯也有漫长的边境线 在我们境内也有说俄罗斯语的人 我们坚决不允许 在我们哈萨克斯坦这边 说俄罗斯语的人搞民族独立 不允许 这个你就别把我们国家推广 啊那个小子啊在中国北京留过学啊 应该汉语说的很好 中国文化他懂啊 他就敢说出来习近平说不出狗的话 你看看这个国不在大小 国家的领袖是不是啊 是不是有呢有啊 有那个料啊 这个一张嘴就能看出来 习近平这就没有啊 那习近平他妈丢死人了这次 所以在这次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啊 后来谈完之后啊 人家各国其他的十来个国家领导人 他妈的狂欢啊吃东西啊 又吃又跳舞就是玩吧 这个上海经合会就是玩 就大家放松一下 把领帘扯掉啊 玩 有人就有人呢就从那个照片当中啊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妈的自媒体啊 这照片的各种角度 各种人的这个都多的是 大家就发现那些照片里面 唯独没有习近平 这是个谜啊 为什么习近平不去啊 很多人给出各种解释 说习近平怕他们传染了 新冠病毒 奥米克隆啊 这不扯淡 你看这张照片里面 你看这张照片 他跟普京对谈的时候 两个人没戴口罩啊 所以这个这个怕感染新冠 这是个扯淡 另外说到这儿我得科普一个常识啊 关于这个新冠病毒啊 有人已经提出来了 新冠病毒 2000年就是2020年刚出来的时候 它的标准定义是说能够传染到肺 这个病毒能够传染到肺 而且肺一旦受感染之后呢 那个过敏反应非常快非常迅速 啊 立即得用啊 呼吸器才有可能把命给救助 否则的话很快就憋死了 呃 所以来势凶猛没有没有没有治的药 所以当时特别可怕 所以当时把它在国际上啊 也全全全全全全全世界吧 都把它定义为啊 最厉害的一种传染病 主要是没有解药啊 现在这个定义已经完全不适合了 这是第一啊 奥米克隆不能传染到肺 到不了肺 人就能治好 或者说人就把它杀死了 最多最多就是在上呼吸到这儿 就像像流感一样 它传染不到肺 所以说原来的关于奥米这个这个新冠病毒 导致的武汉肺炎的这个恐怖情况 需要重新修改定义 如果你修改定义之后 它就不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大瘟疫了 这就是一个局域性的很小的一个普通的感冒 甚至比普通感冒 按照严格的标准能算 也是算普通感冒当中比较轻的 最好的例证你们到非洲 你挑一个非洲典型的 比如说乌干达你去问一问 说你们这人死了多少人啊 人说我这没死人啊 我没死人我都过去了 我都已经躺平了 都站起来了 非洲是没有人打疫苗的啊 非洲人也没有解药 他就是愣扛过来的 非洲人这个已经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新冠了啊 没有不是个问题了 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 这个问题 哪一个人还有点求知求真的 这个精神科学精神 你也亲自想办法到非洲 到乌干达去调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 那个国家没有疫苗 为什么那国家穷 中国是跟富国家比不了啊 疫苗的质量 资金也都不到位 所以中国这个疫苗也是莫名其妙 中国人自己都说不清楚 自己打的那个疫苗到底管用不管用 到底是那个副作用 很多人啊 包括我自己的亲人 都有人打了两剂疫苗之后 得了新的病 那个病按说不应该 他这个年龄不应该打 他就得了 还有一些很小的孩子 有幼儿婴儿打了之后 得了异性糖尿病 这个是过去很少出现的啊 这个这个就是 打了这个这个劣质的疫苗 之后 导致一些新的毛病 这个中国政府有没有一个交代 有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科学研究 没有 你到非洲去看 有没有人家没这些问题 人家没打这些疫苗 人家知道自己穷 所以干脆就不打 也能活得很好 没死这么多人啊 真正惨的就是中国人 干什么的富裕国家 医学发达的国家 又跟不上人家那个医疗水平 又要按照人家的标准 甚至比人家的标准还要严 去折腾 结果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就各种人给吊死了 啊 所以现在他妈的人民群众苦啊 人民群众苦 受核酸的苦 受疫苗的苦 这他妈的 我就点到为止了 你们自己 现在这些 西班牢大科技集团也不允许 往深了说 你们仔细观察 到底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不去参加 其他国家领导而召开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狂欢大会 吃喝大会 跳舞大会 歌舞大会啊 聊天大会 习近平为什么不去 为什么照片中没有他的影子 还是他去了人家 合影的时候不愿意拍他 不知道啊 这中国也他妈不报道 也可能习近平去了 就是人家取景的都 都绕着他 这一个恶心吧 很乐的一个场景拍 你把习近平这他妈的晦气 因为现在最倒霉的就是普京啊 战场上失利 谁都瞧不起他 其次最倒霉的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这个狗糙的很快就要倒大为 所以人家不愿意拍很多事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今年5月20号 未经过生日 也请了二三十个人又去吃了一顿啊 在那个聚会饭桌上拍照的时候 你仔细看看习近这个黄主任啊 你看黄主任放出来的照片中 有一张有有赵大将军吗 没有 为什么极力回避赵大将军 但是赵大将军他妈不要脸另蹭进去 向往镜头闯 人家人家黄主任精挑细简的 把赵岩的带赵岩的全部都消灭掉 不管是魏京森推特放出来的 还是黄主任推特放出来 没有一张带赵大将军的这个照片 那我当时就困惑 说赵大将军去还是没去啊 我本来想去 我一听赵大将去 我他妈就不去了啊 我赵大将就不去了 我还可能去一下 这个这个你光看照片看不出来啊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得多长一个心眼 后来赵大将军不要脸 自己公布出来照片 自己还录了像 那里面他录了像 他还一边录一边说话 那估计是真的了 所以不能够单凭照片下结论 但是习近平没有参加 其他11个国家领导人的聚会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啊 上海经合会上 呃 应该是个大概率事件 如果他不去 那可能是有特别特别的原因 呃 因为在上一战在那个哈萨克斯坦 他跟人家那个哈萨克斯坦的首相吃饭 晚宴的时候呢 那个是央视第一时间放出来的 呃 那个也看了之后也非常 非常恶心 为什么我感觉 那个是对于 对于习近平的形象的一个贬低 呃 也是对这个彭丽媛的一个极大的蔑视 你想啊 但习近平不管怎么说 他太太他老婆也是中国的数一数二的啊 一流的歌星啊 那唱功无论是唱功还是长相 还是表演的 那都是很好的 结果到了这个千里迢迢冒着风险 冒着在中国被政变的风险 去哈萨克斯坦参加这么一个 一个不足清楚的会议 接受一个颁奖 这习近平吃饭的时候 听一个哈萨克斯坦的一个 一个美女大妈的一个演唱唱什么呢 他唱你妈的还是红歌硬三红 哎呦我靠 把我恶心上了 习近平看完之后还鼓掌 说明什么 说明第一 习近平第一没有任何欣赏趣味 他没有一没有 你别看他老婆是一流的演员 他本人的艺术细胞是零 就是直接给给自己丢人给西 给这个彭丽媛丢人这是第一 第二 习近平被人家哈萨克斯坦给耍了 那大家看看吧 这个你要不怕恶心咱就看看 嗯 这是央视放的啊 人是看的津津有味儿 你说你习近平你的品味得多低啊 你去看这些玩意儿 这真不录彭丽媛唱的好啊 这真不录彭丽媛唱的好啊 这不是给彭丽媛打脸吗 如果彭丽媛在场的话 彭丽媛是不是得气晕过去啊 央视啊 央视放这些玩意儿也都是 我估计是恶意的 就是扁低习近平的艺术品味 直接恶心彭丽媛 那就这个 你说你 你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 你到一个小国去访问 你怎么能把这个任何一个 这个这个啊 这种不光是谈艺术还是谈文学 你习近平应该再说去 哎呀说去哈萨克斯坦跟我们中国 那是源源流长了 你显露一下自己的本事吗 在唐朝的时候啊 我们的大诗人李白曾经做过一首诗 讲到那 啊 唐朝和和你们哈萨克斯坦的关系 那个是不是这么这么说啊 你得把在座的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给他说晕了才行啊 你说你随便讲个东西吧 你说我姥姥家 我母系的先祖 那是齐国呀 那齐国的时候就是你们 哈萨克人学习的对象了 啊 你吹点牛逼 你把我们 你把我们中国的这些 还有很多绝招的东西 你让他们哈萨克斯坦 多到中国来花点钱 拜个诗 学个艺 学点新东西 别学这个来唱红歌 李巴利哈萨克斯坦一个女演员 跑到中国来学唱红歌 硬三红 这不是垃圾吗 这不是把红色垃圾推销往全世界吗 难怪人家美国老指责是共产党输出 啊 输出红色的 这个大毒草 这这不是你自己 你自己他妈的提供的证据 这些他妈的既没有艺术分量 也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 你习近平陪着他做推销 你不是傻逼 你谁是傻逼 那 所以说你还自推为 你是个大国的领袖 你还引领世界 他太他妈丢人了 哈哈哈 真他妈太丢人了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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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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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爱做河山的金莲 操一号子的娘 把一号子的娘操个甲权超标 好久没操一号子的娘了 一号一号子的娘 来来来喝上李文宽自酿的 红葡萄酒啊 十八里红把号子的娘操个甲权超标 那个北方妇女啊 跟那些大白在打斗 在大街上啊 那个女的就是那女的我感觉就是精神是真的要崩溃了 有人还做了个大标题说又做核酸又做疯了一个 全国人民听说有八千万人精神崩溃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到了太他妈恶心人的地步了 全世界炼非洲最穷的国家 他打不起疫苗 他也做不起核酸的那些穷国家 像乌干达这样的 都他妈躺平 而且都恢复正常了 人家没事了 人家就是突然间我们这有一段时间是有个感冒 好像大家都很多人都感染了 都感染了 就是那次欧米克隆 人没事啊 现在就是中国人在推行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这个清零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个人的政策 搞得全国人民被戴上了电子的手铐脚料 那就是他把这红马蓝嘛 这是共产党掌握了最新的技术之后 用来管制中国人民 管得服服帖帖的 这也是五四运动那些老人啊 提倡的所谓科学啊 所谓民主啊 失败的地方 不是普通的失败 是根本性的失败 我最近又读了一下 复习了一下这个关于五四运动的科学民主到底是个什么基本玩意儿 到底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我告诉你 原来讲的那个科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五四运动那些老人提倡的科学和民主 德先生赛先生 那个赛先生那个科学的本意是什么呢 类似于今天 美国管这个社会科学叫科学的那个科学 他这个标准和自然科学 数理化天地生的那个科学不是同一个定义 这个标准很松散 美国也有些人管政治学啊 心理学啊 经济学啊 也叫做社会科学 他是啊 他是一种滥用科学 他把自然科学的标准降低了啊 他自己也谎称自己是社会科学 干嘛呢 主要用途是为了向有关单位申请资金的时候能够骗过那些批钱的那些那些人 各大基金会啊 各大政府机构啊 我们社会科学 我们政治学 我们政治学 我们政治科学 英语当中真有一个政治科学这个时候叫political science 你以为真的吗 是政治科学的 不是啊 就是原来的政治学 政治学是一个学科 政治科学就是一个忽悠人的一个说法 一个东西 加了一个新的说法 这是一种新的话术 五四运动中国的那批老人提倡的赛先生 就是那个意义上的科学 他从来都不是啊 那个老古董的经典的科学的定义 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边的话语 就说我们找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啊 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啊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他对中国人民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洗脑 给中国人洗脑了四五代人 现在中国人民的这个科学素养 明显低于非洲国家 你信不信 为什么你想过吗 中国一直提倡科学啊 提倡民主 德先生赛先生100年 我们今天中国的民主的素养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倒数 对吧 为什么 这个很好解释 因为共产党上来了吧 共产党是谎言治国 是个骗子 他他们是假共和 伪民主 他从来不是真民主 他是真独裁 真集权 他是马克思加秦四皇 这是毛泽东自己的话啊 他是马克思加秦四皇 他就是秦四皇穿越回到了现在 又学会了 又读了资本论 读了他妈的哥达纲领批判 读了自然变成法 他能用马克思的术语来忽悠你 把你给忽悠晕了 就这个意思啊 那么科学是同样的 所以今天这些中国人讨论一些公共话题 比如说这个疫苗啊 怎么做呀 啊 这个新冠的这些 啊 这个肺炎大瘟疫 怎么个 怎么个定义啊 重新早速这些凡是讲科学 全是科学骗子 全是专家 砖头的砖啊 啊 所以那个你偶尔看到一些其他不太相关的话题 比如说否定中医啊 你看看方舟子那些傻逼 那些司马南那些傻逼 何左修那些傻逼 他讲的都是科学 他实际上是把科学当成一个意识形态 他没有把科学当成科学 那有些傻逼跟我讲中医啊 西医啊 他说中医是什么 西医是什么 其实他根本就不懂 中医最标准的定义 李文官说的啊 中医是一门手艺 西医 西医啊 是一种工艺 工艺跟手艺啊 性质差不多 就是工艺 加上了很多啊 工业化之后的东西 啊 他是一个现代的手艺 加了很多工业化的工具啊 所以他是一个工艺 嗯 中医呢 是手工艺啊 都是一门手艺 都是一门艺术啊 按照西方的这个 对于学科的分类啊 都是一门艺术 他都不能说是科学 所以说你读一个医学的学位 这个学位的性质 是属于BA啊 你如果是学士学位的话 就是Bachelor of Art 啊 他是一门艺术的 这个艺术门类的学士学位 这是医学的啊 甭管你什么医学 天底下所有文化 所有国家的 呃 所有的医学的学位 都是BA 或者MA MA就是Master of Art 啊 你如果说这个呃 这个把它授予医学的授予一个BS Bachelor of Science 是一个科学的医学学士的话 那就错了 我据我的理解 全世界应该没有这样的设置 为什么呢 就是对于医学的基本定性 他不强调是科学 他强调他是一门手艺 是一门艺术 那就对了 你在这个情况下 你跟 讨论 艺术是什么 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啊 我这个人得了病了 我得了病 你你把他的病给他解决了呀 把他的 啊 病治好 疼的话给他减了疼 这是最基本的需求 这叫临床效果 至于说你理论说的天后那时候 我是符合科学的 那是忽悠人的 你别信啊 越是说的 好的 越是有可能是骗子 方舟子张口就是科学 闭口就是科学 其实他不懂真正的科学 那但是方舟子现在成了险学了 很多人跑我这来 你理由观又支持中医啊 你违反科学啊 这就是因为他既不懂科学 也不懂中医的人 才能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 但是 很多人处于这个思维状态 跟不上我的思路 没办法啊 讲到这儿 我就得歇一歇了 宋小宇说 中国新冠啥时候能共存呢 那你得问习近平啊 这是习近平的命令 这个不是科学家说了算的啊 宋小宇说 宽叔你80年代能上大学 也是很牛逼的 嗯 牛逼是肯定是牛逼的 因为80年代能上大学 呃比例比较低 啊比例比较低 应该说基本素质 比现在的大学生要好得多 现在大学生都扩招了 啊 没有没有水平 而现在大学里面的教书的老师 呃都是看破不说破 都是精致的礼儀主义者 你就是我现在在中国 比如我在 在北大当个教授 我他妈能跟你 像我这么跟你说的吗 我说的这是真知灼见 我得跟你照着教科书上跟你讲啊 这样我才不犯错误啊 否则我就被他妈的那些粉红给我举报了 就给开除了 知道吧 你看我讲的明显 否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所提倡的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吧 我都否定了他们了 我觉得那是假的 啊 我启发你们思考 为什么啊 中国五四那些人提倡那么美妙的口号 一百年过来 我们走到了他的反面 为什么达不到人家非洲人的水平 你想过这个问题吧 你我这么讲的话 你说班上的粉红能不举报我吗 那我就给开除了 我永远生不了郑教授 这把这老师手打压 老讲真话 所以搞得现在中国的大学老师 都不讲真话了 都照着教科书跟你讲 那教科书就是骗你的 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是普京最讨厌的那些伪科学假概念 在给你们灌臭大粪 你看普京看 你看看普京现在盯着这个习近平的眼神看 普京的眼神是很毒辣的 是很真诚的 是很认知的 我要今天晚上跟你上床 小习咱俩走 咱俩包房间去吧 习近平那个眼神呢 是又躲又闪 心虚呗 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 就是中国人 现在在很多问题上 都没有发言权 为什么没有水平嘛 没有真知灼见 中国人都是骗子 中国人本身骗子太多 所以你说你爹你娘给你省市姐用攒了个钱 把你送到大学 你学的全是习近平七步讲 之后的东西 全是他把垃圾都是假的 你们得姻缘忌讳 假如你运气好 偶尔能看到我领导官的节目 有朋友转给你看看 还稍微给你提高点智商 否则的话 真的吗 这都是傻瓜 傻子太多 现在 爱做核酸的金莲说 直接操共产党就行了 嗯 直接操共产党 不如直接操习近平 更干脆利落 直接 行 谢谢 我得给大家找找那个女子 在大街上发飙 更大白对质 坚决反对 测核酸 那个视频 我能找的话 咱们再直播一下 否则的话 咱们今天先聊到这 祝大家周末愉快 觉得好的呢 觉得好的呢 这个 推广一下 给我宣传一下 我上一期视频 其实很重要 上一期视频 已经提前给大家纠正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 所谓的邓小平 打开了中国大门 改革开放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这个不符合历史事实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 在毛泽东 领导中国的时候 也就是毛泽东死之前 在1976年之前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中国人活活的饿死 面临着知识分子不干活 自己的工厂开不了工 任何新的科技创新链 化肥厂都设计不出来的 这么一个经济崩溃的边缘 周恩来 毛泽东也着急 也很想对外开放 所以开放 什么叫开放 就是对资本主义市场开放 对自由民主阵营开放 但是问题是 人家那个时候 对中国实行封锁的政策 70年代之前 60年代的时候 因为中国刚刚跟苏联翻了脸 所以苏联 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封锁 你想买一套化肥市卫 你想从捷克 你想从东德进口 没门人家不卖给你 北朝鲜也许会卖给你 但是北朝鲜也自己也没有化肥 也没有化肥厂 所以60年代 毛泽东 跟赫鲁晓夫闹翻脸 坑了人家赫鲁晓夫 然后珍宝岛主动挑起军 军事行动挑衅打了珍宝岛战役 叫战斗吧 双方都有死人 人家就是纯粹是耍不赖 所以国际上臭大街了 那交不到真朋友啊 交的都是亚非拉那些穷哥们 那穷哥们本身也没有化学厂啊 他你跟他开放 他没有 他帮不上你 能帮上你的一个是 苏联领导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 一个就是美国领导的啊 这个欧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啊 那日本韩国在美国人的话语里 相当于这是一个啊 这是一个小的北约 在东亚的北约啊 那个就是现在台湾要要提升到这个地位 对啊 现在美国正在刚刚通过的啊 正在启动正在加紧锦罗米国在推动的这个啊 帮助台湾走向国际 台湾实质化啊 把台独实质化 这个运动啊 在美国政府正在推的 这个其中有一个说法 就是让台湾 让台湾取得小北约这么一个地位啊 你现在日本和韩国 他就是这么个地位啊 你中国你敢动一指头 你打打日本 你打打南韩 你看看 你看看美国怎么教训你 他有一个盟约的关系 就是跟北约那样的关系一样 那么现在美国正在推动的台湾政策法 就是要把台湾推到那个北约 小北约的啊 那么一个军事盟友的这个关系当中去 那中国你你你你你秦刚 你秦刚你你秦刚你秦你秦刚没戏了都 你你愿意跟美国断交 你就断你断交那就彻底切断你 你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啊 这个贸易上的甚至科技上的任何交流 没有了那你就自己关门了 你自己爽吧 你慢慢中国人又得饿死 你挣不到美元没有技术 你没偷都没地方偷 那以后中国的人员来往都切断 所以六十年代末文革的高潮的时候 跟美国是切断的 跟苏联也切断 你那个时候对外开放 他是很想对外开放从外国引进点新鲜的啊 全新的这个技术造个化肥啊 造个化仙呢啊 人民群众一时住行的这些最基本的工艺要从外国进口 因为中国的中国的技术人员都他被打成白转道路了 天天搞阶级斗争 自己没有时间做科研 问题是没有人卖给你啊 你现在看这个四个现代化这个概念的来源 我今天不讲太多了 你去看看那些百度百科 维基百科那些写手写的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 说他讲的四个现代化 就是中共共产党又开了会 决定搞四话 是你开一百个会也没有用 你说决定搞四个现代化 谁他妈不跟你搞技术交流啊 就像今天普京 今天普京最缺啥呀 最缺权 不是最缺钱 最缺美元 缺人民币啊 缺他妈卢布啊 卢布他可以自己缺人民币吧 人民币现在也管用啊 缺外国的钱 可以买外国的货物 买外国的武器 问题是谁他妈给你钱 你越缺钱的时候越没人借给你 也没人带给你款 因为你普京现在国际上已经没有朋友 你说普京又开了个会 一天开三个会 你开一万个会 钱也来不了 就像你那些写危机百科的写百度百科的那些傻叉 砖头家 专家 业余写手啊 说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搞四个现代化 日理万机啊 开了多少会 开会能带来四个现代化吗 扯淡 没有 实质性的给中国带来技术进步的 那工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 国防现代化 科学技术现代化 得需要来自自由民主阵营的解除封锁 那这个事在中美啊 中美真正的达成和解之前是没有办法实质性的推进的 这就是涉及到1971年啊 尼克松 基辛格和周恩来毛泽东 他们达成了那个协议 就是毛泽东呢 松了个口 说我们跟你美国和好 你美国的朋友啊 我也解除敌对状态 就是老讲的话 我就不解放他了 我承诺和平 你能不能带我进入联合国 带让我呢 加入你们的贸易阵营 就是你允许我跟自由民主阵营 跟欧洲跟美国做生意 我引进你的生产线 美国说可以 你只要承诺和平就好 毛泽东说我的表面上 我得天天啊 我得天天在这个按照惯例 在人民日报 我还想骂美国骂美国 结果一骂骂了50年 现在把一帮把三代中国小粉红战狼 骂成成年人了 这家伙们脑袋当中还以为真的要跟美国为敌呢 这就是今天习近平比较愚蠢 比较愚昧的 在国际上走投无路的根源 所以说这个 回到我上一个视频的重要论点啊 就是改革开放 不是邓小平带给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的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一直试图努力 尽最大可能搞改革开放 主要是对西方民主自由阵营开放 市场上要接轨 华国锋 在这个中间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些历史的真实的情况 被现在的专家一笔抹杀 全部都给歪去了 所以你们今天中国人也不知道中国 你活着的时候 你爹妈是怎么饿肚子过来的这个事件 你不知道 谢谢大家 咱们心心心聊到这 祝大家周末愉快 觉得好 觉得有真知灼见 一定要弘扬一下 帮我传播一下 打个赏 点个赞 转发一下 转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看看 增长一点智商 谢谢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